最近我们看到开发金的股价在这个礼拜呢 气势如虹 也重返久违的9元 而且朝向10元挺进了 但是这里头呢 开发金的大老板 也就是中兴孤家的孤儿少孤仲颖 恐怕难笑开怀了 原来他的证券一哥大梦 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咯 这是堪称台湾金融史上最大一桩的证券合并案 也就是凯基正要高价209亿元 迎娶台证这桩婚事近日却生变了 有今天出的周刊就报道说呢 这是因为大老板孤仲颖 他对于卖方也就是台新的吴东亮 东扣西扣硬是把台证的头顾成销都留下来 又任由同业来挖脚不管 那么合并的日期已经是从原定的9月1号 延到10月1号 现在又第三度在延了 台新金希望11月7号谈成 赶快把这200多亿元落袋为安 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下文 看起来是互信不足 合并恐怕会生病